大家好 我是紫语 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呢 首先是补移时间 我现在在铁炮堡垒这边啊 在这个小山头 勾上去啊 有个东西没捡 一个轰护堂 好 去下一个地方啊 就是第一次打诗园的地方 上一期呢 我把修罗结局给做了 这个结局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只狼的义父猫头鹰 这个人呢 我之前没怎么讲过 因为他的戏份不多 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收养了只狼嘛 并且把只狼作为一个忍者培养 最后送到了酒狼身边 给他做护卫 这里往右手边走 下潜到水里 有一个珍贵耳食可以捡啊 那么我接着说义父啊 这个义父呢 他特别贼 他定了两条认者戒律 第一条就是 父母大过天 第二条是 如果主人被抢走 请务必救回 那第一条的重要性 是永远大过第二条的 所以当主人出现危险的时候 只狼肯定把他夺回来 夺回来之后呢 就是义父的 因为要听父亲的嘛 对吧 现在呢 我传去伟名流道场啊 要做另外一个结局了 上一期修罗结局是 听义父的话 遵从第一条戒律 那就是不管轻子了 但是六亲不认的狼呢 会变成修罗 如果说是违背戒律 保护亲子的话 就肯定要跟义父打了 这里的对话呢 就重新看一遍吧 因为要保持剧情的完整性 就重新看一遍吧 但是... 明白了 第一的域寺 父命令 主要捨てよ 今より あの巫女は お前の主ではない 巫女様を捨てる そうじゃ 狼よ 父の言葉に従い 巫女を捨てよ 出来ませぬ 出来ぬ だと? 忍びが城に流されるなど なんと 情けないことか 疲れよ なぜ この父の思いが分からぬのだ 忍びの掟を忘れたか おきてはおのれでさだめる そう決めましたが 我がおうちのように な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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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见 古琴戏不管用啊 就只好给你打了 你还想在背后 捅我一刀 门都没有 开场先用一个飞舞神指 给刀加个buff 放弃一次进攻机会 吃一个夜叉糖 被他踩没事啊 不相信 注意防御 他如果扔这个禁药的话 就直接用一文字 不用管 打三年后的义父 一定要注意攻守平衡 不能一位猛攻 也不能一直防守 他如果出用尖撞人的动作 肯定是要扔鞭炮 绕到他身后 用一文字 不能猛攻 是因为三年后的义父啊 破绽极少 近身之后很少有机会偷刀 防住他的二连砍之后呢 连出三到四刀 他有一定几率全部接下 他的攻击 长我躯干直长很快 可是你没有打到他半血的话 他的躯干直又长得很慢 所以如果你一直防守的话 就会变成一场持久战 打得会很吃力 那么用一文字的好处 就体现出来了 既长对方的躯干直 又减我的躯干直 好 第一阶段结束 马上远离他 他这个头磕地 会把我震倒的 虽然不伤血 但是很恶心 可见他有多阴险 慢慢接近他 砍两刀 他会出烟雾弹 接着他会在烟雾里攻击你 仔细看的话是能够看清楚他的动作的 从而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 他的二连砍一定要接下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输出时机 在他平A的时候一律弹刀 注意自己的躯干直 如果快崩防的话 马上一个后跳闪开 又出二连砍了 连砍四刀 在第二阶段他踩你之后 会马上放毒 闪开 他在扔毒之后 会有极大的几率 给自己降躯干直 这时候你要准备好自己的手里剑 一看到他摆动作 马上来一发 一定要远离毒气 如果在毒气里面 只需要两秒就会中毒的 出烟雾弹了 迅速找到他的位置 看他出什么招 正要出一文字 如果把他逼到角落 是有机会连出三到四刀的 撞人了 要扔炮 躲到他身后 一文字 处决 忍杀 魁忍猫头鹰 乃狼之养父 也是一个特别希望得到龙胤的人 他身上还有长鹰香木 之前不知道长鹰木是谁折走的 现在就知道了 是异父折取随身携带之物 身上还带着他的禁药效果 来给自己剩一下攻击力 猫头鹰抱持终将毁灭己身的野心 故寻求龙胤之力 想让自己真正的名秽 名扬日本 把猫头鹰打败之后呢 就是成功地保护了青子 所以我现在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 这边的篝火也要重新开一下 当然了 在去找青子之前呢 必须要日常偷听 这个肯定是在说我了 狼 狼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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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すべきことを成したのです 狼 ありがとう 父がこれを持っていました これは 床桜の枝か そうか 袋が持っていたのか はい これでまた一つ 源の甲に近づきました ああ ああ そうだな 狼よ 巫女様 香の材料を手に入れました おお それが 源の香の石か 妙な形をしておるな 哇 これは結石 やはり祀られておりました そうか タケル様の記されていた通りだったな はい その石のあった祭壇に かぐわしく 腰入れ建てまつる そう書かれておりました 腰入れ ふん それは どのようなところじゃ 岩戸の奥の洞窟です ふん そのようなところから腰に乗り どこへ嫁に行くというのか まあ 考えても 拉致があかぬな かぐわしく ん 苦労様 あの場は 戦況の入り口なのやも知れませぬ そうか かぐわしくとは 源の好奇を纏うこと それを指しておるのやも知れぬな 狼よ ようやく叶うな これできっと 源の好奇を抱きし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 さあ 口炉に集めたものをくべてくれ よい 材料這就已經收集齐了 一個是方心水帘 一個是香器之石 還有長鷹香木 みこ様 狼 ふしぎりおう うん あんずるな ふかくわきらぬ ふしぎりおう ぬいてくれぬか はい すまぬが 目を閉じてくれ ほう 再加上清子血 就完成儀式了 もうよいぞ オオカミ 大事 ありませんか 大丈夫 胸のあたりを少し切っただけだ ふん これが 源の好奇か 何やら 無性に懐かしい はい どうじゃ 何か変わったことはあるか 匂いと それから 源の実や その言葉が 頭から離れませぬ 源の宮 いや 武様が書き残されていた通り そこから宣教に通じているのだろうな その源の宮への生き方だが かぐわしく かぐわしく こし入れ たてまつる かおりの石が置かれた祭壇に そう書かれていました うん そなたは 源の好奇をまとっている 岩戸の奥の腰に入れば 源の宮への道が開けるだろう 伏し立ちは間近 頼むぞ 頼むぞ 行為 狼よ 仙境に向かい 龍の涙を取ってきてくれ はい まずは そなたが 香織の石を手にしたという 岩戸の奥に行くのだ そなたは 源の好奇をまとっている 岩戸の奥の腰に入れば 岩戸の宮への道が開けるだろう 岩戸 方法呢就很清楚了 現在因為已經有了源之香器了 所以呢 就坐上轿子 芬芳新香 公迎入轿 再跟鷹麻對一下話 狼殿 苦労様を殺さぬ道 その手がかりを掴みました これを 八的手渣 這裡面提到了斬断龍鷹的方法 如何回歸人生呢 那就是要長鷹之花和不死斬 人帰り はい ここには 書かれています 龍鷹を断ち 人に返す道がある と そのためには 床桜の花がいるようです 以前お伝えした通り 床桜とは タケル様が戦亡より持ってこられた桜です ですが 何者かが枝を倒り 花を持ち去り 是貓頭鷹幹哪 やがて枯れ果てました 床桜の木そのものが失わ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す 木そのものがない はい 当然に 床桜の花もないか はい ですが 持ち去られた枝には 花が付いていた それが見つかれば あるいは 床桜の枝とは これか 父が 持っていたのだ フクロウ殿が ですが 花はもうないようですね うん どうした いえ 床桜があった頃のことを 思い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すが どうも記憶がおぼろげなのです お二人の お墓を 何 床桜の後にある タケル様と トモエ殿のお墓を 参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何か思い出せ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人帰りには 床桜の花と 伏切りが必要です 私は タケル様と トモエ殿の墓を 参ってみようと思います 床桜があった頃のことを 何か思い出せ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ときに この人帰り 伏切りは いかに使うのだ 確かに それも定かではありませんね 探ってみましょう 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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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せっかくです いただきましょう 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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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 不… 那時候… 時折忍者也來到了 一度… 很困難的患者… 怎麼困難的呢? 很困難的… 哪裡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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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並行了… 是嗎? 好像人事一樣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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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一神… 你喜歡的酒吧… 來吧… 什麼… 啊… 好吃…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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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つ聞きたい… 是嗎 剣的死是誰… 剣… 私は屈師ですよ 誰だ… 一神様です ですが… ほんのたしなみです お主の剣義… とてもたしなみとは思えぬ… 何のためだ… 人は斬りません… 人は斬らぬ… はい… 人を斬りたいなどはつゆほども… ただ… 鬼など出れば… 斬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鬼… 本気に取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本能… ザレ事です 其實並不是開玩笑 如果有人變成修羅的話 他就會上… あら… これは… フッ… 猿酒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何がおかしいのだ… まずは頂きますね… あ… 辛い… えっと… そう… お猿… 私は… 猿には何かと縁深いのです 猿と… はい 何せ私は… 猿に拾われた子です うん… 信じていませんね… 幼き日… 戦後に一人… 私は… 呆然と立っていました うん… 何も… 泣くことも起こることもできず… ただ呆然と… そうしたら… 猿が握り飯を食っていた… 猿がか… はい… それは美味そうに… 恨めしいと思いました… そうしたら今度は… 猿が握り飯をくれたのです… とても美味かった… 親切な猿だ… 本当に… 親切な猿でした… あ… 這段的話佛雕師父説過嘛 他捡的鷹馬… 酒を持ってきた… あら… 流泉ですね… いただきましょう… 連肝四倍… 真是條漢子… まったく… どうした… いいえ… この流泉を維新様が手に入れると… アシナの城に… わらわらと人が集ってきて… 騒がしい主演が始まるのです… そういう時は… 道元様を置き去りに… 城の裏手など散策しておりました… 城の裏で何を… そうですね… 源の渦を… それは何だ… 遠く… 源の水の流れ出る方角… そちらの方に見える… 大きな渦雲です… 渦雲は雷をまとっています… 源一郎殿は… よく刀を振るっていたものです… その雷の渦雲を… 睨みながら… うん… 狼殿… では…また… 弓を… 海の渦雲の渦雲を… 渦雲殿に行くといけます… 今日は一緒に行くべきです… その雷の渦雲を… とても一緒に行くべきです… 又拿到一个笛饼啊 这是属于吃人嘴短吧 来 当他的面吃下去啊 还会有对话的 青子也蛮开心的 那么现在咱们去找一下一心吧 这条线呢 我们选择的是保护青子 青子他是知道的 如果斩断龙鹰 他是要死的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鹰麻不想让青子死 所以又去找让他不死的方法 便若青子那里呢 又有了归还龙鹰的方法 现在就准备去残留粉肿 这边有条进路啊 借助这个僧兵下来 再把前面的小兵干掉 上一期我忘记把这个篝火打开了 我就线下把它打开了 如果你懒得跑路的话 就通过这个篝火过来 就通过这个篝火过来 鹰麻小姐姐在这里呢 她说要去找让青子不死的方法 何故そのような道 那样的路 那样的路 狼殿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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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想像 嗯 英玛现在要去荒废寺院啊 所以我也传去荒废寺院 刚才呢 英玛一个人站着的时候 她是说了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我一来呢 她又改口了 说自己什么都没想起来 所以她是对我有所隐瞒的 但是她一定会跟猩猩说实话 所以我们就去荒废寺院偷听一下 英玛到底隐瞒了什么 把我的钱袋都用掉 一会儿要升级忍拒 到荒废寺院的这个破洞来啊 那英玛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所以,要做出生命的苦労 那些人,要不可死 嗯? 那是,那些道不一定 那是,要隠住它 想要斩断龙印呢 需要长鹰之花和不死斩 不死斩需要杀死之狼或者是青子 二选一 来吧 把我的仁义手升级一下 这个地方其实是提示你 爱哭鬼对怨灵溪的敌人有用 狼殿 有什么 武士殿 什么 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好吧 我认为你会死亡 我认为你会死亡 那是什么 我认为你听过吗 教认我 我认为你 在那天,在柳桜上的木下,伴依殿,被侵犯了。 為何被侵犯了? 伴依殿,被侵犯了,被侵犯了。 被侵犯了,被侵犯了,被侵犯了。 仕返し buckets 仕返し Keep the birth display now. 你不想死 是 是 但 你不想死 是 不想死 是 我 我 我 你 也 我也 不想死 你不想要认识 我认识 我认为立刻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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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 我认识 你认识 我认识 鹰马手上有义父的守护灵 这样的话 我就又可以回到三年前了 和之前那个少主守护灵一样 这是鈴鹿 一定是 傅龙殿的亡验から 溺落了一切 傅龙殿とあなたは 絵にしが深い それを備えれば また異なる記憶が 見られるやもしれません 備えてみよう どういった記憶かは 分かりません ですが それは傅龙殿が 持っていたもの どうか お気を付けて 狼殿 なんだ どうか 文を ああ 狼殿 ではまた 換上 先鋒角 一会儿要用 先鋒角 虽然被削弱了 但是我觉得 打下段V的敌人 还是很好用 只是 没有原来 那么bug了 再次进入 龙泉参拜之年 三年之前 平田宅地 前面的忍者 会召唤人犬 所以迅速噤声 不要给他机会 这个忍者 就是三年之后 会出现在 白蛇神社的 那个忍者 这边的记忆呢 我感觉就是 以异父为核心 跟异父有关系的人 出现在平田宅地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跟第一次来三年前 肯定是不一样的 第一次来三年前的时候 并不知道 是什么人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要进攻平田宅地 而且呢 异父表现出一副 忠心护主的样子 这次再来呢 我们就会知道真相了 战斗结束之后 先不要着急往前冲啊 有个埋伏 先把这个弓箭手干掉 过来捡道具 捡完之后 等弓箭手放箭 好 走 一通绕啊 绕过他们 之后去开篝火 快速刷新一下 把他们刷回原来的位置 好 现在再回过头去清他们 从这个小兵开始 如果你不绕的话 这里还是挺难打的 你看有两个太郎兵 还有弓箭手 弓火前面就有一条捷径 所以你不用绕着走 把这三个清了 血淹之术 这个忍杀没出来呀 没事 直接打 清完这三个兵之后 不要着急往前走啊 前面防上还有三个孤影中 过来了 往后拉着打 一个一个引过来杀 还有在前面呢 等他过来 这两个孤影中 是没法按杀的 所以只能周面打 最后一个可以按杀 好 解决完以后呢 上防 那这片区域的小兵 就都清完了 把这道具剪上 地图呢 都是一样的 一会儿还是要去佛堂 不过兵有所变化嘛 跑到前面之后呢 继续清下一个区域的兵 这个给他按杀掉 按杀完之后回头 这边跳过来 屋子里面好几个啊 血淹 他的墙角没法忍杀 就一通刀 捡完东西之后呢 就出去 在这里看守着的 依旧是蟒蛇重葬 先把工兵给解决掉 省着他们碍事 有两个啊 可以偷听一下他们的对话 平田屋子 存外に耐易 太安 袋の手引きも 中々のものではないか 我好不 Reun 那爺爺爺是AU F. 戒涵 那 Aboriginal 是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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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慢 不如 如何伝統 少年是田舎的羽織忍 何能成功 先吃一个月饮堂 慢慢接近 把孤颖仲给傀儡了 这个孤颖仲 他是在三年之后的白蛇神社 被老年一心给杀掉了 就我刚来宅地手 打的那个孤颖仲 还悼念他来着 从侧面接近 如果绕后就会被发现 等一下 等他们俩打起来之后 我再跑 出招吧 正旧 快上 用你的毒手 抽他大腿把子 好 我现在就躲着看戏 等会可以偷蟒蛇重脏一管血 大战正憨 高手过招 好 正旧终于被打败了 我现在去偷重脏 你看到没有 他血又回满了 来 嚼起我的一夜叉堂 他的抓取 你是可以绕后砍他的 破他的下段V 不要用先锋脚 有的时候会踢空 就踩他 踩的效果是最好的 这种类型的敌人 已经跳好几次了 第三次了吧 之后还会碰到一次 好了解决了 可以进到佛堂里面了 蟒蛇重脏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 很快乐的人 他只要有酒喝 有钱花就可以了 他不像义父 义父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从刚才的对话 能看出来 跟猫头鹰合作的这些人 都看不起猫头鹰 一个是看不起他为人 二是看不起他出身 可能猫头鹰经常会因为这个 被人看不起 所以他最想要的 也就是名阳日本 但是一辈子的时间太短了 他已经变成老猫头鹰了 因此他非常需要龙鹰之力 这个僧兵先把他暗杀掉 之后上侧门来收集一下 先不要进大厅 因为有一个僧兵等着你的 他还在你的视线的死角 这样再转回来就看见他了吧 你要是直接冲进来 两个僧兵再加上小兵就很难受 好 这是最后一个兵了 现在准备打三年前的义父 做一下火 我先说一下我的打法吧 三年前的义父是可以猛攻的 因为他的黄条比三年后要长得快 来加下技能 把先锋四拳法里面的信仰解开 它会延长糖的使用时间 调整一下准备打三年前的义父啊 把绳指和伞都切出来准备好 葫芦就去掉吧 免得切换手摁错 再换上一文字二连 走了 在对话开始之前呢就把buff加好 不然战斗开始之后呢 是没有时间加buff的 虽然会消耗掉一些效果时间呢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要看对话 要保持剧情的完整性 打他就两个字 猛攻追着打 战斗开始 看他出什么招 突刺 石破 输出三刀 他跳开了 追 三年前的义父 平A招式是和三年后一模一样的 平A招刀的时机还是在他二连卡之后 就现在 三年前的义父 扔炮有一些区别 那就是容错率变得一样 一个垫步的距离经常不够 所以要垫步加闪身 他只要跳开就追着打 他的这种下段V 是可以通过连续出刀打断的 他出一文字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出刀 那么千万不要攻击 对一秒之后闪开 不然在你出刀的同时肯定会挨打 好 进入第二阶段 到了第二阶段 他会借助猫头鹰消失 闪现后会接一个重劈攻击 这招如果用伞接的话就很稳 就像这样 但是先不要接开伞攻击 以免比较有神指的效果 他在第二阶段的精神攻击 和第一阶段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他有可能在你攻击他的时候 他突然消失 就像现在这样 一文字的第二刀 我还是建议劈出来 即使他消失 还能给自己捡黄条 和三年后一样 把他逼到角落连砍的话 有可能出现强加惨案 可以多偷几刀 第二阶段 踩完人之后 他会扔手里剑啊 注意 他的下段位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打断的话 就跳起来出刀 接住地形的话 有可能出现一顿猛输出 这个下段位是不建议 踩头的 因为很难踩到 就像我刚才那样 跳起来出刀就可以了 保持这个贴身紧逼的节奏啊 还快不行了 虽然他的大招也很好躲 但是没有必要 给他那个机会 最后几下了啊 跳起来扔炮了闪 他的空中扔炮 一定要后跳闪开 就差最后一下了啊 接一个开伞攻击 处决 再见 猫头鹰 这个三年前的义父呢 是处于巅峰时期的义父 他确实比三年后的义父 要厉害很多的 从三年前的义父那儿呢 可以拿到长鹰之花 三年之后 长鹰之花就枯萎了 就只剩下了树枝嘛 可以做香薰材料 来吧 做一下火 提升一下攻击力 猫头鹰把智狼捡回来 培育成忍者 他的内心的期望 有一场赌命之战 所以在他的守护灵 在他的记忆当中呢 实现了这个愿望 就好像在跟自己打架一样 只不过是更年轻的版本 毕竟只狼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嘛 不过我觉得啊 论用忍拒 谁都比不上义父 义父真的是用起来太划哨了 手里剑 毒 物 鞭炮 药 他啥都会用 来吧 找一下英雅 手里剑 那是 只要是 明白了 請問一下 狼殿 下次再見 你 看了一點 你 看了一些東西 你 看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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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完之后呢 跑到破屋后面继续偷听 エマ お前さん 行かせきまって よかったのかい 私が止めたとき あの方は行かれるでしょう やろうな ねえ 少女 せめて 願っていたいのです あの方が 成し遂げること 其实走斩断龍蝴 这条路呢 确实不是很完美 因为必定要有一个人死 现在呢 我去一趟奥志愿吧 好长时间没去了 看一看小姐姐 她吃完蛇事之后的变化 好长时间没了 巫女の忍び そこに いらっしゃるのですか 大主 目が やはり いらし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すね 巫女の忍びよ 私は 私は ゆりかごとなれたようです 手を 取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ああ これは ひんやりと ひむろ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しょう だから ほら ほら 私の涙も こぼれ落ちる間に 凍てついてしまう この氷涙を おさづけしましょう 冰淚 冰淚 加上 龍淚 就是冰冷的龍淚 氷涙か もしや はい おそらくは つめたい流の涙がさすのは 流の涙とともに この氷涙を 飲んでいただくことかと さすればきっと 苦労様に ゆりかごに宿っていただくことが かなうでしょう 巫女の忍びよ 私にできることならば お任せください 龍淚を返すことを望まれるならば 龍の涙とともに お渡しした氷涙を 苦労様に飲んでいただけば よいでしょう 巫女の忍びよ 龍の涙をどうか お探しください かきだ くえ はい いただきます これは太郎 交給我的柿子 これは どう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かきとはまさしく 赤き宝玉なり みこの忍びよ きっとまた いらしてください 归還龍印の方法 小姐姐说得很明白了 現在已經有了冰淚 只差龍淚了 所以 接下来呢 我們要去 很多人都曾經遙想的鮮香了 只狼的身上呢 已經有了原汁香氣 所以坐上轿子 自然有人會來迎接 一旦 能走到這裡 真的特別不容易 你想想要克服多少困難 就跟取經一樣 有反應了 一支巨型稻草人 把轿子抓起來了 所以如果不是這種巨型力量的支撐的 凡人真的是沒法到達鮮香的 她的胳膊變成了一座橋樑 我終於來到了原汁宮 下一期我們將會在原汁宮探索 大家敬請期待囉 拜拜